凶猛火蛇向上延烧 位于顶楼的铁皮屋 几乎快被火势吞噬 锦销货报道场赶紧拉射水线抢救 锦销出动云梯车 不断往起火点送水 二十三号晚间七点多 宜兰罗东新东南路一间画廊顶楼 因为不明原因串出火蛇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整个铁皮屋建筑瞬间陷入火海 铁皮屋火势猛烈 顺致不断扩散延烧 锦销轮番上阵 面对火场高温与浓烟 消防队员全身湿透 只能轮流休息喝水 与恶火搏斗近两小时后 才终于扑灭火势 出动去当时看起来的时候是怎样 火廊主人吓到说不出话 索性当时屋里没有人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火势也在晚间九点十四分扑灭 结束一场火警惊魂 记者林医生 陈正茂游桃 一旦蔡文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